像免费的节点有7万多k还是比较不错啦 还是比较不错的有22兆左右 总结说呢免费节点能有22兆左右 那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而且呢这里还有十几个节点 供小伴们选择和使用 哈喽各位小伴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频道 我是来自那条的小强 今天呢又来跟小伴分享一个可以永久免费科学上网的方法了 非常适合新手和小白的使用 YouTube视频呢8k和4k轻松都可以秒开 可以说呢有手就会 只要你跟着我们的视频一步一步来保证绝对可以成功的 其实呢我们今天的方法呢 主要就是提取我们的这个一键方强包的全部节点 是的你没有听出啊 是一次性提取它的全部节点 可以直接在我们的V2VN和我们的Nakeway中直接使用 好下面我们非要不多说 直接进入时潮教程我们先来到我们的博客 我们博客的链接呢 我会放到我们视频评论区的顶着 要办呢可以点击就到达了 我们先注册一个Cloudflare的账号 这个Cloudflare呢 只需要有一个可以接收验证码的邮箱就可以了 都是免费的 我已经注册过了 我直接点击登录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们登录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我们点击创建这个Office 好来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我们点击创建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点击创建Worker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进行重新的命名 但是呢 它只支持英文还有数字 小马要注意了 好我们就编辑好它的名字之后呢 就点击部署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这个编辑代码 我们选择编辑代码 好如果这个页面一直没有正常出来的话呢 小伙伴可以尝试切换成全局 或者换一个节点私下 我们这些代码出现之后呢 我们进行全选 然后把这些代码全部删除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复制大佬的这些代码了 我们直接来到这个代码的页面 在我们的博客呢 也有这个代码连接 小半点击 就直接来到这个代码的页面了 我们直接把全部的代码复制 然后呢 粘贴上去 然后进行这个保存并部署 好 这里显示部署成功 我们来试一下能不能拼通 然后它出现这个绿标还有200 证明是可以拼通的 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连接 这样呢我们就来到全部节点的这个页面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就有四个VLED的节点 这四个VLED的节点呢 就会直接导入到我们的V2VN中使用 我们直接复制 然后打开我们的V2VN 然后我们随便新建一个 然后呢点击服务器 从剪接板批量导入 这样呢就成功导入我们 这是个VLED节点 我们再全选一下 我们可以进行这个速度的测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节点 测速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先用它进行这个测试 我们选择它之后右键 然后视作为活动服务器 好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4K视频 看一下 我们点击播放列表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 也不会漏 这样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4K视频了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快啊 像免费的节点有7万多K 还是比较不错了 默认是4K线是5万多K 像有1万多K呢 打开8K视频就非常轻松了 这个节点还是比较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总体说呢 这4个微量节点都是非常不错 如果你发现测速的结果全部都是0的话呢 也没关系 你重新再全选一下 然后测试一下它的真连接颜测 基本上有颜测的都是可以使用的节点 只是看会不会比较快或者比较慢都是有可能的 好 这就是呢 在我们的v2n中使用的方法和教程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的节点 重新刷新一下它的页面 看一下伸输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我们把它切换到4K看一下 好切换到4K之后呢 马上就有3万多K了 现在是4万多K 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 这就是呢直接导入到我们的这个v2n使用的方法 下面呢我们把它导入到这个内科位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内科位的这个软件 然后呢点击这个首选项 然后点击分组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分组 名字呢随便命名啊 它支持中文的啊 在这里呢我们随便命名一个 好确定 然后就可以关闭了 这样呢就出现了这个新的分组 然后呢再来到我们刚刚测试器中的这个节点页面 直接可以全选 然后复制 然后再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分组 右键 然后从剪接板添加 这样呢 这十几个节点就已经导入到这里面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全选 来进行测速一下 我们来测速一下 好 拼一下看能不能拼通 正常话呢都是可以拼通的 如果出现不可用的话呢也没关系啊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它的这个 能不能走通 好我们可以看到是可以走通的 看没有全部都是可以走通的 也就是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我们关掉我们的这个v2an 好我们来选择这些节点测试一下 我们选择一个延迟较低的 选择这个启动 选择启动之后呢 上面的这个vp模式或者系统带领模式 小伙伴一定要记得勾上 否则的话呢是没办法正常使用的 下面呢我们再刷新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我们把它切换到4k看一下 嗯切换成4k之后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树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有22兆左右 总的来说呢免费的节点能有24兆左右 那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而且呢这里还有十几个节点 供小伙伴们选择和使用 好在这里呢我们也就不过多的测试了 有需要的小伙伴就不要错过了 小伙伴有什么疑问或者更好的建议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和交流 我看到的话呢都会一一的回复的 感谢小伙伴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